新聞介紹要來關心的時侯市長 運民會在在十八戶的時候 因為覺得如果有種不適合 而且有老品質的進行 所以主行壞胎 結果是用性 雖然在來電區為期七天的機閣照 但是沒有影響在市場 十九戶是特別意識 順利方氏來主持在市部會議 他說比較近 實在是很不適合 在在會中 他對著跟部單位的工作 來做出採取 也特別提醒自己的動員 在努力推動市場之餘 也一定要去接得到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 剛議市長運民會在十八戶 靠近日後 隨接電區第二期家照合計理 幾天早上 雄安是以市場方氏來主持在市部會議 臨聽市府團隊各行 入部推電的進度 他說自己頭過市場看門前 那後雄安稍看痛痛 但是在喝水後 已經有比較慷慨 以前也懷慎他要得到效果 除了感謝到各界的關心 他也特別提醒民眾 輸到活動很多 一定要做好行業的工作 保護自己也保護身份的人 就麻煩副市長 還有秘書長跟所有同任 我們是市政府不管還是不只顧 不能停 期望我想在這一段期間 我們一直還有更多的 也有私空空間 也請各位同等自己要好好珍惜 自己的身體 也跟我們每一位同等鼓勵一下 我想戴口罩還有勤洗手 紅手不握手都還是很重要的防疫方式 我想這裡就拜託大家祝福大家 這段期間我們一定要單有的進度更快 就麻煩大家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好 我就在電視上 我可以聽得到 好不好 剛剛他市長不想回事 才比較前後市政工作有關不停 他在這期間照合期間 市政興致由副市長單秀匯代理 副市長單秀匯表示 他會向市長隨時回報到市政推動的狀況 且市長保重身體 外他在後局處收到 也特別祝福市長不想回事一項 不想回事他們祝福也希望 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西新新聞 中東室王先生 各位次 蔡紅波島 2022夏至藝術節 串聯四縣市共同策劃 以音樂遊記為核心 規劃八大主題 總共60場高品質演出 最精彩的開幕 就在嘉義市文化廣場 管樂與人文的融合 是社區表演藝術團隊的典範 創造出嘉義市管樂城市 人文之度的光榮前景 透過音樂勾勒俯成 數百年的人文風景 傳遞台南土地的芬芳與感動 傳統 創新 多元的演出風格 運用不同的打擊樂器 呈現雲林人藝術與創意的大結合 樂團加上熱鬧的非洲鼓與舞蹈 貼近台灣的演出方式 展現嘉義線西班子 對創作一貫的執著與熱愛 2022夏至藝術節 音樂遊記 我們不見不散